加入頻道會員就可以獲得這些福利 只需要省下幾杯飲料的錢 就可以支持我拍出更多影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趁用我們的水蒸氣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林哥 大家好我是屈人 今天跟屈人一起拍片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就是我們台灣容易飛濕的幾種鳥種 我們就是算著一些比例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你可能飛濕的原因 我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這一種鳥 可能就是也是蠻多人養的 不然沒有幾個人養這種鳥種的話 基本上飛濕的機率也是不高啦 好那我們先開始我們的分享 首先第一種虎皮 虎皮算是也是蠻多人試養的 然後我前陣子有看到就是網路上有分享有一隻虎皮 它應該是走私的關係 不然外面台灣原生總是沒有鸚鵡的 那它就跟外面的麻雀混得非常的熟 然後一起吃飯一起生活 雖然說最後結局不是這麼的好 然後其實呢我身邊有些朋友會有撿到虎皮的案例 那FB的社團裡面虎皮也算是蠻多的 虎皮醫師的量還蠻大 因為它本身量大嘛 下一種就是那一種小鷹 小鷹你看斜巡社團 跟牡丹這兩個我們給它排在一起 它這兩種鳥醫師率還蠻高 第一個它數量多 第二個這種鳥也很容易開門 對 你就算不加鎖頭 它其實很容易把門敲開 對對對 然後從那個碗殼 自己在那邊溜出來 對 然後一般的籠子它也有辦法解開 對啊我朋友最近就撿到一隻牡丹 然後 因為找不到四組它就暫時先收養下來 那它也是有在網路上80或5人 但是四組一直都沒有出來 所以它就暫時先養起來了 結果發現那隻牡丹每天都給它開門 那解決這種開門的方式除了鎖頭之外 我們其實也可以把籠子門的那邊靠向牆面 這樣子鳥也比較不容易出啊 對啊你外出喔 建議把那個有門的那一個面靠牆 嗯 這樣是最保險的 嗯 然後下一種就是小太陽 小太陽其實遺失它不是受到驚嚇 嗯 它是太聰明 鬼雲精 它這種鳥的個性就很白目 嗯 那鬼雲精的鳥它也一天到晚很無聊 你就好像我們給它我們關在籠子或鍊在站台上 那我整天無聊我就在那邊搞那條鎖 或者搞那個籠子 嗯 所以它遺失率算也是在遺失鳥裡面很容易 比例算蠻高的 蠻高的 對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案例 音樂 我的鄰居也是撿到一隻 那因為也是沒有腳環 所以四組一樣就是動一直沒有出來 那腳環其實是蠻重要的啊 嗯 然後之前我早期練武術有一個師兄也撿到一隻黃鞭 那也問我怎麼辦 那兩隻 剛好這兩個案例都是沒有腳環 所以四組也是沒有那麼好找啊 大家如果鳥有裝腳環也是要去記上面的號碼 就是如果所有人識貨的話 你背得出這個號碼就可以證明鳥是你的 對啊現在很多人鳥不見了 打去說那是我叫鳥 然後腳環顏色都講不出來 對啊 對方其實沒有辦法去還你這隻鳥 因為它也怕被釣魚 或者是被騙 下一隻是懸風鸚鵡 但這隻鳥我要先特別強調 它其實不太容易說什麼 像小太陽會開門 它會開 那它不見的比例不是在開門跟解鎖 它是驚 嚇到驚慌失措而飛走 受到驚嚇機率不見的 這種鳥的不見機率是驚嚇 因為懸風它本身就膽子比較小 對啊對啊 對 所以這種鳥在遺失的話 可能就是主人在開門 陽台 然後它就是從那個縫就給你溜出去了 懸風在飛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它可以從那個陽台那個縫就要溜出去 你一個門不小心開門開窗 就飛走了 對啊它也是長刺長尾也算比較會飛 超會飛 那如果在外面在放飛那一種 懸風的飛行的那個能力算很強 好那我們下一隻要分享一種 也是蠻多人飼養 像我們那個群組裡面 就也是蠻多這種鳥氏族的 和尚鸚鵡 目前台灣應該繁殖量最大的 然後顏色最多的 然後也是最多人飼養的 就是和尚 見的機率也蠻高的 因為和尚很容易開門 那分享一個案例 其實和尚我也親身經歷過一個案例 就是我爸有一次突然就打電話給我 不知道有什麼事情那麼急 他跟我說我們家的陽台 那邊有一隻金剛鸚鵡 在那邊 因為我爸對鳥比較沒有那麼了解 所以這是合理範圍好不好 那我就看到是一隻和尚 那隻應該還是在雪吃的 結果那個時候因為 也是很難抓到它 然後那隻鳥也是有點 就是受到驚嚇 然後後來我還沒有到之前就飛走了 和尚也是容易受到驚嚇的一種鳥 你如果跟太陽客比起來 和尚膽子也是比較小的 好那我們再來要講下一種呢 它跟和尚一樣也是蠻多人是養的中型鳥 而且它的叫聲非常的大 就是講到叫聲大家應該第一個會聯想到它 那就是我們的金太陽 金太陽在台灣養殖也量也蠻大的 烏是歸類在金蝦 它是應該歸類在那個解開 開門解鎖 然後在飛走的機率比較高 因為金太陽的穩定度比和尚高 然後遜飛其實也蠻常用到它們的 因為它個性比較黏的寵物性也好 它穩定度高來訓飛 嗯 然後還有飛行的速度那些的 飛行速度其實一些體力的東西 當然是它先天它的機翼有沒有很漂亮 嗯 你看喔像那種賽內那種短尾巴的 跟那種場 就很像戰鬥機 跟直升機那種概念 好那我們講完中型 我們現在進入到大型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講大型的就是輝鷹 輝鷹其實它們膽子也不算大 在繁殖輝鷹的進去找不到輝鷹 進口野生輝鷹回家嘛 放那種繁殖籠 主人一打開那個繁殖場的門 進去沒有半隻鳥 以為沒有養鳥 全部都躲到那個朝廂 哦 然後只要門一關起來 全部的鳥就慢慢爬出來 在那邊吃飼料 而且輝鷹它跟懸鳳一樣 就是也是很容易夜景的鳥種 然後再加上它們其實也是很會開鎖的 它們很聰明 我曾經就聽過一個朋友 它那個鸚鵡用五金行一顆鎖 大概兩百多塊的鎖 那五金行一顆兩百多塊的鎖 是有附一支鑰匙 不是你們想開那個鐵櫃的那個小鎖 它有辦法給它整個解開 嗯 就那個鎖是 你可能要請鎖匠來解的 但是輝鷹鵡給它解開 但畢竟是少數但是能解開已經很厲害了 對啊對啊 畢竟人家是有鎖頭 也有一個專利吧 嗯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開鎖 或者去開別人家的門 可以揚一支揮音試試看 好那我們再來大型鳥的部分 我們可以進入到一些就是金剛之類 因為他們在訓飛界的那個比例也是蠻高的 金剛是可能是人家帶出去Rio的時候 啊解鎖能力一定強嘛 嗯 啊破壞力又強 那可能一條鎖鏈太系 它有可能給你咬到變形都有可能 對 那第二個可能就是在放飛這一塊 狀況不好 嗯 飛行能力有狀況的時候 它可能也會迷航 有可能啊 啊一般養家養的金剛 你說要不關門 其實有時候意外也是難免會發生的啊 那訓飛這一塊就是 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先不多說 因為這個要講可能要講很久 那真的有遺失了 可以也是可以去參考我之前 有放 有拍了一個 嗯 一線升級 飛師的一些處置作為 然後最後還是重要還是要上網寫詢 因為網路現在的力量非常的大 你找回了機率 然後切記啊 腳環套碼跟電話要背啊 不要打去什麼都不知道要給人家耀鳥 對啊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拍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就幫我按讚、分享、訂閱、訂閱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然後如果想要獲得更多資訊的話 可以去追我IG或去FB粉絲按個讚 好那我們先拍到這邊啊 掰掰 掰掰